第一步确保手机正在连接WiFi 并且WiFi的频率为2.4G赫兹 第二步接通加湿器电源 然后长按WiFi按键至指示灯闪烁 第三步打开米家APP 点击右上角加号 在附近设备一栏中点击德尔玛蒸馏加湿器图标 选择当前连接的WiFi账号 输入当前WiFi的密码 点击下一步开始配网 配网成功后 根据提示选择设备环境和设备命名 完成后即可对加湿器进行操控 通过手机APP可以远程开启加湿器 设定不同档位 以及设定需要的模式 还有四档病时预设可以选择 若一直处于配网过程或配网失败 请检查是否由于下面几点导致的 如果仍不能配网 请及时联系客服